空间呈现最主要让未来的业主可以去想象他实际上住到家里的整个氛围感觉是什么 这个是设计样品屋最主要的核心概念 接待中心与样品屋往往是地产销售的前哨站 对于首次购屋的屋主来说 透过模型加配图 难以想象实际的空间全貌 因此游翔盛设计师借由一比一沉浸式的场景体验 为屋主建构出未来生活蓝图 这边最主要是以比较大众的三房格局 那这样的格局其实对像这样子小家庭啊或是首购屋 其实都是比较好入手的门槛这样子 最主要在用料跟呈现上 比如说我们用的材质 比较多于食材跟镜面 这样子比较简单俐落的方式 那色彩上面也会用得比较大胆跟活泼一点 比较多的绿色系啊 或是像小孩房的那种蓝色系 这样会让整个的空间会显得比较轻松一点 样品屋比较要注意就是 因为我们是空地搭起来的 那其实在一些梁柱的尺寸上面 都要很小心去拿捏 因为要假设是 未来业主到了这间房子里面的时候 它看到的跟 是我们样品屋是看到的是一模样的格局跟尺寸 因为它刚好是整个一进大门的秀面 那我们用了比较简单一点的线板形式 然后搭配了莫兰迪色的绿色 其实这个颜色在当初也讨论过 反复讨论过蛮多次的 那因为建商的主体色是蓝色 这个部分也跟他们沟通了很久 其实这种莫兰迪的绿色 那对于大众其实接受程度也蛮高的 其实绿色会有比较跳脱 有很多它的层次的感觉 工领域的这个就是一条线形的规划 因为在三房的格局里面 最主要还是要把就是工领域尽量放大 那客厅餐厅一路连接到这个厨房的动线 其实都是蛮开阔的 最主要就是让客户 他自己在生活在空间的时候 他可以去感受这样子动线的余裕 然后不会有感觉非常的压迫这样子 其实餐厅的侧边刚好有对到一间客用的卫浴 那么客用卫浴我们有做了隐藏门的设计 然后这就是在台湾人的风水上面其实 卫浴对到餐桌 其实这个是比较忌讳的一个地方 我们还是用了隐藏门的方式去修饰 主卫式动线最主要 它一进门的转角 它有我们设计一个转角柜 那它其实正面对的刚好是 主卫浴的门口 形成一个门对门的空间 侧边的转角柜 最主要还可以给这个主卫浴当作收纳 那主卫浴这边的正面一样 有做隐藏门的设计去修饰它 然后在门对门的风水上的冲突 然后转到这个主卫式的正面造型的时候 以饭店风的呈现 床头是以绷布的材质 然后侧边的话化妆桌还有 就镜面的灯带的造型 最主要还是以整个是以饭店风的风格去设计 这样子 主卫式的颜色最主要还是 一部分的是木纹是比较深色系的 然后整体是以灰色系的质感 整个的色彩的明硬度其实是相对放得比较低一点点 因为最主要让主人回家有比较轻松放松的感觉 回到这个主卫式的空间就可以好好休息这样子 小孩房的话 其实它也是一个算是大概两屏左右的空间 其实能利用的方式空间不多 那我们设计了一个床榻的空间 就在比较低年凌晨的客户的话 可以让小朋友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进门衣柜其实会看到一个侧边有一个压迫感 那我们采用了那个开放式的设计 点缀一些小朋友的物品啊 让整个的压迫感比较降低一点 长辈房的话 因为衣柜刚好是在一进门的地方 其实它的相对的压迫感比较重一点点 那我们让它的衣柜采取是整个是玻璃的衣柜方式 可以让整个空间可以比较通透明亮一点 小孩房的话 颜色是比较活泼一点的天空蓝 那长辈房是比较 彩度比较低一点的那种橄榄绿色 对于两者的区画来说 其实就是在每个空间里面 有一个主题色的设计 不会让整体的空间太显无聊这样子 我们基地是整个是比较长条形的 那客户的引导动线上 还是要让它是 对于这个建设公司 对于整个建案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了解 所以在一进来的时候设定的是建商的这个 它的经历 它的试机 然后再来带到的是工学馆的它的使用的工法 才会引导到这个接待区这边 客户的接待区 在原本的设定 可能是一般的四人桌 那其实我们已经放大了到六人桌的尺寸 就要让现在的客户 不要有这种太局限或是压迫的感觉 在空间的设定上面其实也搭配了就是 有客户的VIP室跟游戏室 这个在一般的建案中心里面 早期这边都是没有的 最主要让客户可以在这边 除了了解这个建商的房子之外 也可以比较有舒服的时间跟空间 在建案中心的设计外观上 其实有搭配就是建商的余晖跟logo设计在我们的主题上面 在外观上有填字的设计 然后去呼应这个建商的它原本的logo 因为建商的老板他是 其实是一个在地人 那他对于填字的这种概念跟朴实 希望是整个贯穿在他的建筑设计里面 那我们一定来让客户可以接受到这样的讯息 其实你也看到这家东西从壁面上 或是这个墙面上的设计 还是有线板的余晖 那一路延伸到样品屋这边来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玄关啊 沙巴背墙 这其实有设计的相互呼应在这个空间里面 在地平的选择上面一样是SPC的地板 那它的色系上面也是比较浅色系的 一路可以让它衔接到我们的样品屋里面来 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感觉 但是颜色的层次上还是稍稍有一点变化 我们的建台东西是稍微的浅色一点 那我们在天花板的利用了一些 就是导音式的这种集合图形的灯袋跟灯垢 让客户的视觉的感受是可以比较有一个延伸性的 在样品屋的最终的设计概念 还是想要回到一家三口 最幸福生活在这个空间的画面 这是最主要设计样品屋 跟建台中心最主要的设计理念 感谢观点